我今天講的是經歷四年報道法 我在經歷四年之後 我為人祈禱發現一件經歷 就是我感覺到那個人的感覺 譬如我祈禱的時候覺得很平安很舒服 我問他你祈禱有沒有經歷 我特別用經歷這個字 我解釋經歷和感覺不同 經歷是什麼呢 就是以神來到做一個事情在你身上 你會經歷到一些事情 感覺就是你本人那種的反應 當你問反應和感覺的時候 每個人不同的 就是同樣的經歷 譬如有人為你辦一個生日會 這是一個經歷 但是兩個人的反應很不同 有一個說 真的好 有生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人為我做一個生日會 我真的很開心 但第二個人說 我今天有十個生日會排著他 我真的很匆忙 如果有人說 這個是第十一個 我果然這個還有第十二個去的 譬如那個 他的心情就很不同了 即是同樣的經歷 但可能不同的感覺 不同的反應 我所問是問那個經歷 你有沒有什麼經歷 因為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 去分享 然後帶他去耶穌 我都會解釋 有人真的會經歷 我祈禱的時候 有些人 我感覺一陣 一陣 一陣 能力經過 我就說 在正先祈禱一陣 你有沒有覺得一陣 能力盡有力 有啊 我又再祈禱 又再一陣 能力 剛剛又會再覺得 有啊 原來 很多時候人 是會 我所經歷的 和他經歷一樣 那我就覺得很好啊 那有時呢 有時呢 有些未信耶穌的人 我為他祈禱 即是我都說 耶穌真的很好幫助你 那我就會說 你想不想 我為你祈禱 他願意的時候 又是他經歷的時候 那通常呢 我就會在最後的時候 我會說 請你仍然閉上眼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他一開眼 可能他就 好像沒有專心了 他就分散了註力 所以我叫他 請你仍然閉上眼 我想問你 在祈禱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 那然後呢 我就會用聖經的經文 告訴你 你所經歷的平安 喜樂 愛 感動 身體的舒服 都是神所應許的 神在身上的作為 那你覺得 你剛才的經歷 是人帶給你 還是神帶給你的呢 那有很多人 真的直接地說 是真的神帶給我的 那然後呢 我就會說 如果神那麼好 那麼真 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啊 那他想的時候呢 我就會解釋給他 耶穌為我們 就是愛我們 並且把很多福氣賜給我們 將永生賜給我們 那你想不想 接受耶穌的救恩 以及以後有耶穌的祝福 他願意的時候 我就帶他上主 這個就是 我在為人祈禱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 傳呼音的方法 我自己發展出來 那我叫做 經歷聖年報道法 那這個方法 我也帶過很多人 信耶穌 我講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 因為很多不同的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我曾經見過一個 臨死的癌症病人 他是很辛苦的 他說用孖啡蛋 也很痛 那我又問他 我說 你想不想我為人祈禱 我說曾經 就是我聽了他一輪先 然後我最後問他 我說 我曾經為很多人祈禱 他們有些有病 都醫好或者覺得舒服 他說好啊 我就祈禱 我就請你閉眼 在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經驗 他說有啊 好舒服 他說 就是他起初很辛苦 那麼求人很舒服 他說耶穌這麼好 這麼真 耶穌答應了的 將平安慈禁 讓我們身體得醫治 身體得舒服 那你想到耶穌 以後祈禱 祈禱他上 我就解釋耶穌的救恩 然後帶著信耶穌 教練祈禱 然後他回到家 他又辛苦 他又再祈禱 那他覺得 哇 奉耶穌明祈禱 可以的 他就告訴他兩個女兒 他說 今天有一個人為我祈禱 那我呢 我覺得很舒服 我回到家祈禱 哇 奉耶穌明祈禱 又是可以的 原來耶穌這麼真 但是這個人 後來他是離世的 他離世之後 那兩個女兒 記得他的事 就找到我的卡片 打了給莫卡 我爸爸有這個經歷 但我根本不記得 因為實在太多人祈禱 那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做他的喪禮 於是我就不做了 我未做之前 我在電話跟他聊天 我就在電話中 跟他說 他用speaker phone 兩字 每天一起聽到 我說耶穌 真的祝福你爸爸 以至他 在他最後的時候 他得到安慰 幫助 並且信耶穌 是天堂的 那你想不想 我都為你祈禱 他說 那我就在電話祈禱 他祈禱 他祈禱 我就問他有沒有什麼經歷 第一個就說 哇 好像整個人飄棄 第二個又說 又是 我又是整個人很輕鬆 整個人飄棄 那我就說 這裡 聖經說到 叫我勞苦 擔重擔的人 祝福得到安息 還有好像經過天堂 好像 神很真 你想不可以接受耶穌 做救主 他們兩個都願意 並且後來受洗 在我教會裡面 得到很大的祝福 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我帶領一個人 就是這樣 帶領耶穌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婆 她就是有很多病 有心臟病 糖尿病 中風 神衰竭 醫生就說她致命 就是神衰竭 就是她神的尿毒 會很高 全身都會很辛苦 最後要用媽啡 才能夠解決這個痛苦的問題 她家人 因為有其中一個 有教堂 她就聽到很多人的意志 於是她就說 請你去探我媽媽 為我媽媽祈禱 探的時候 就為她祈禱 我又問她 在祈禱的時候 你有什麼經歷 她就說 很舒服 因為她本身是辛苦的 很舒服 然後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信耶穌 她說 我不行 因為我拜了觀音很多年 我不能夠離開觀音 然後我就陸續探她 並且為她家人祈禱 很多個 祈禱都經歷到神的作為 但是 始終她沒有 那段時間沒有接受 我有很多其他工作做 後來一段時間 我就沒有再去 但有一天 忽然間她的女兒 打給我 她說 快點來 因為她今天打電話 不是 她今天想見你 我說 為什麼會這樣 她說 媽媽今天忽然間說 為什麼要牧師沒有來 於是她就問她 為什麼你又不信耶穌 為什麼你要牧來 她說 她祈禱很舒服 於是 他們立刻打電話給我 我立刻去 去到 為她祈禱 我又問她 我說 祈禱的內情有沒有什麼經歷 她說 我覺得是很舒服 我便問她 哇 你所拜的觀音和佛 有沒有這樣幫過你 她說 沒有試過 即是未曾試過 我說 你想信真那個神 又是假的神 即是 耶穌這麼真 那她又信真那個 我說 你願不願意受死 我正一願意 那我當時就用 傻碎 因為她已經沒有病了 並且她拆偶像 我說 你既然信真的神 那你就不要拜那些偶像 你願不願意拆 她說願意 那她拆偶像 那她就 人很不同 她說 那些子女說 接著第二天 她就說給子孫 你們都要相信耶穌啊 耶穌很好啊 那她有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就是 有一晚 她的女兒就看見她 半夜這樣的時間 就 把眼睛晴 半夜 就望向天花板 從一邊往一邊 一邊笑 她的女兒見到 是很開心 為什麼 她說大半年 都好笑說 因為她痛了 而且是沒有笑的 病的人是沒有笑的 她說呢 突然看到她笑很開心 她以為她睡醒 但是跟她說 她是沒有反應的 她是 在夢中 可能見到一些 遺像 他們覺得她 可能見到耶穌 或者見到天堂 她心裡很安慰 並且有一個很特別的 其實這件事很特別 那天她叫我 找我那天 是她最後一天 全日清醒的 就是她之後開始 有時候 很睏 很多時候睡了 很長的時間 但是那天 是她全日清醒的 那我覺得呢 在那時候 在她全日清醒的時候 神是感動她 忽然間她會記得 記得我 然後她就會想 叫我來 那我覺得 真是神的工作 是很奇妙的 神帶領我們 也都 將我們所做的 和她的工作配合 這個方法 我真的覺得 是神很大的祝福 我們信主的人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很想得救 是不是 因為沉淪是很慘 我經常都告訴別人 除了坐牢 都可以出牢 除非有些終身監禁 但其實坐牢 不是很慘的 現在 她有飯吃 我看了你 叫我看那個 20分鐘 20分鐘 真的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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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你可以看那個 20分鐘 在上網 可以找到 還有很多其他見證 有影片 有錄音帶 不過就是 英文為主 但也有些是 翻譯成中文 我希望大家會說 一個人去到的地方 是很慘 為什麼呢 當你去到的地方 是不能回頭 而痛苦那麼大 身體肉身的痛苦那麼大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恐怖 但是有些人說 如果神這麼愛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為什麼要有地獄呢 這個是神的聖情 他沒有辦法違抗 他自己的聖情 因為神是 慈愛抱上救人 但是神也很公義 他公義的法則就是 有罪一定 不可以當作無罪 有罪一定要悔改 信靠耶穌 耶穌是神預備了 唯一的道路 就是神的兒子 無罪的 居然為我們承擔罪 所以我們可以得救信靠他的時候 但是如果沒有 用這個方法 是全世界沒有任何的方法 神不可以說 好了 你得射面 我救你 神沒有這個權 因為他跟從他自己的法則 所以人一定是要接受耶穌的救恩 所以我們一定要告訴別人 有人也有去過地獄的經歷 就是神帶他去 他看到耶穌會哭 耶穌看到人受苦 耶穌會哭 耶穌沒有悲傷 但是耶穌都不能夠帶他上天堂 我們真的想到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父母 兄弟姊妹 我們的鄰居 我們的同事 很多人 我們都很想傳播 但可能很多時候我們的方法 是沒有這個聖靈的部分 譬如有些人的方法就是用言語 用證據 用解釋 或者你用安慰 愛 就是用愛的行動 或者是報道會 一些聚會 傳福音的方法 似乎多數是這一類的 但聖經裡面 我們看到 是有很多例子 是人 當我們經歷到神的工作的時候 神的醫治 神的改變 跟著他信主 生命被改變 所以這個是聖經裡面 一個傳福音的方法 你看到耶穌 和門徒傳道 都是去醫病趕鬼 憑神之歧視 就是神所立的方法 也都神賜了一些權兵 就是說信的人 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還有說到這個聖靈充滿 聖經是說到 形容這個聖靈充滿 就是在末後日子的時候 約以書二章 那裡講到 《詩囊傳》第二章講到 聖靈要囂負 凡有血氣的形容 是要怎樣呢 你們的兒女 就要說如然 就是形容出這個 這樣的聖靈充滿是怎樣呢 不僅是有內心之罪悔改 信耶穌聖靈的果子 這個是 所有教會都接受的 但是有些教會 不是很接受的 就是聖經說了 說如言 見異像作如夢 給耶穌所說的就是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奉我名趕鬼 和守我病人 病人就好了 聖經是說了這些權兵 在《阿倫多前書》十二章 也都說到 是有醫病的恩賜 行義能的恩賜 作先知的恩賜 就是聖經是有講到這些的恩賜 也都是從來沒有說到 你們快點用 將來沒有的了 聖經是沒有的 是多多每日都有的 所以這些恩賜 目的是什麼呢 耶穌聖靈一章八節就說 聖靈要降臨在你身上 你就得著能力 做什麼呢 就由耶路撒冷 一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就是聖靈的能力 就是目的 最主要不僅是我們經歷 經歷都是一部分 醫好我們的傷心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將喜樂由賜給我們 代替悲哀 是神的工作 首先醫好我們 但是呢 神也想我們祝福別人 讓他們的生命被改變 得罪耶穌的救恩 所以我看到 聖經是真的有很多證據 支持 幫人經歷聖靈 神的工作 然後帶領他順處 是合復聖經的 我是有一個神學的學士 和兩個神學的碩士 以前我也曾經在神學院教書 當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就要去找出 到底是否合復聖經 所以今天你的文件 我是列出很多原因的 就是我會 其實你看到我 就算解釋聖靈工作 它的超自然的部分 我都用聖經的支持 神說了是這樣 在支持這個報道法 我也是有聖經的支持 因為我覺得 任何種東西 是有聖經的支持 那時候才是落實 我們首先看看這張紙 在這裡講到 就是一些根據 我之前也有看過 所以我不是那麼詳細 每個經文會慢慢去讀 在前面那段隱言 那裡講到 神是可以經歷到的 而我們可以藉著這個方法 帶領人信主 後面講到經文 以賽亞說羅一章一至三節 這個好像是 舊約的大使命 主要是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華要高高摩 這個聖靈的功末 做甚麼呢 叫我全好信職級謙卑的人 去傳風陰 但也猜拆我 即不是只是傳風陰 也猜拆我出去做甚麼 醫好傷心的 所以這是 心靈醫治是神的工作 神想做的 在人的生命之中 醫好所有傷心的 所有不開心的 還有報告秘魯的得釋放 那些所有困索的 譬如有些人 讀癮 在一些黃色 這些困紡 或者是憤怒 不開心 和家人的問題 神都可以釋放 叫他看到神的工作 被囚的出監路 然後面那裡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赤華觀而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被愛讚美以代替 悠傷之力 有些人說 其實所有基督徒 都有這種經歷 這是真的 因為神的恩典 所有基督徒 都有經歷神的安慰醫治 的而且確 所有基督徒一信主 都見證 很平安 很喜樂 但聖靈工作的 不同點是甚麼呢 在這個 這個醫治的深度 即當大家經歷聖靈 和現代經歷聖靈 你很明顯看到 有些深藏很久的 憂傷 不開心 痛苦 甚至 跷途中 都有的 有些都很不開心 很大的壓力 但當他經歷聖靈的時候 他就得到很大的釋放 因為聖靈能夠 進入人的深處 進入人的深層裡面 不是透過用聖靈 充滿的方法的時候 他未必會去到那個深層的 而他的經歷 亦都合乎聖經的 不過有些人 就見到 我便覺得 他的現象好像太過怪異 所以不相信 這個是神的作為 但是 就是因為神的工作 這麼深層 即是 那個人從來 沒有試過這麼大的愛 進入他裡面 即是未曾嘗到這樣的愛 譬如說 你媽媽很疼你 你的心裡面 覺得很感動 你的思想 會感受 但你不會有這種愛 譬如你媽媽愛你的時候 譬如 拿一些蛋糕 或者照顧你的事 忽然間有種愛 就能夠湧入心裡面 你不會有這種經歷 因為他是人 但是聖靈 他能夠 好像活水光河 湧入來 敲闊 聖靈 將神愛 湧入來 所以有些人 他承受不到 沒有試過這麼感動 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感動 我提到這麼感動 就是神的愛 進入他裡面的醫治 所以他會哭 從來都沒有試過 哭得這麼釋放 但是有些人 看到他 好像發了神經 哭到 其實他是很感動 他開心得不得了 我們想像 如果我們去到天堂 你都會很開心 去到天堂 會不記得 好啊 排隊 天堂這麼好 原來天堂這麼好 就是你一定有些反應 不會好像 各個 面無表情 都站在那裡 一定會有反應 我們地上的人 這麼開心的時候 我們應該覺得是異樣物 應該覺得 哇 他經歷了這麼好的喜樂 我也要嘗一嘗 所以希望 聽的人 都會接受 神的工作 可以這麼深層 將平安喜樂 醫治帶給人 尤其有些很多不信的人 他們真的有很多痛苦 憂傷 聖靈的工作 能夠將他帶到深層 並且 很多時候透過一次的討告 他會經歷到神的愛 這個真是很特別的 我們看到耶穌和門徒都是 他們行神即其事 那個人在那裡 立刻就醫治 立刻那個人就跟蹤耶穌 就是神的工作 很多時候 是即時臨到他身上 當然 心靈的改變 需要時間 一路慢慢去栽培 但是神的聖靈工作 不僅是心還是快 所以在我們全方向上 我們能夠更快 將福音帶給更多人 當然不是說 我們不用教 一定要教導 很重要一定要教導 用他知道他所經歷 是神很特別的工作 然後下面就是 《約翰福音14章27》 耶穌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這裡講到 是將一種平安 是本來我們沒有的 給我們 有些人覺得 平安是甚麼呢 我們想到 思想的結果 我們想到 將來的天堂 於是我平安 這是一個思想的結果 但耶穌這個人不是說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將一種平安放在你心裏面 其實很多人信主都說 他都是一種平安湧入你 而經歷聖靈 這種平安是加強的 是很強烈 真的好像有些人形容 我形容給你聽 有一次我為一個人祈禱 祈禱之後 他說 咦 你還在這裡 我說 你以為我去哪裡 他說 我剛才去了一個地方 哇 真是好得不得了 真是 好像甚麼煩惱 甚麼重疼都沒有了 好像去了天堂 他以為他去了 去了那個地方 我們不知道在哪裡 即是不忘記了我們的存在 即是有些人會經歷那種程度 即是好像在天堂那種 那麼大的平安 即是神真是很奇妙 他將來這麼大的禮物 即是我們可以帶人去天堂 真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即是我真的願意和任何人去溝通 去任何的測試 在我們身上是聖靈一邪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聖靈的工作 即是人能夠經歷這樣的狀態 我真是很想全世界的教會都接受 我們不是去批判 不是去比較 而是說 神有更好的工作 我們想去得到 任何的群體 任何的牧者 你有更好的幫助 我們親近神 我都很想去學 即是不只是一套 所有我們都想學 我亦都希望所有基督徒都說 如果神的工作 這麼真實 這麼合乎聖經 我都想去追求 當然有些人說 聖靈應該是有秩序的 不應該是這樣的 即是有些人抗拒他的原因 其實呢 在聖靈充滿的人之中 其實他們是有秩序的 不過在他經歷過一下 即是你看一下 譬如就算耶穌趕鬼 薩拉森那個人 在那個趕鬼的過程 或者有些耶穌趕鬼 趕完鬼之後 那個人抽了一大符 即是抽風 他都有一些很強烈的反應 即是那個盲眼的人在那裡 阿四話告訴你 我以前盲眼現在好回來 哇 即是你可以說他沒有什麼秩序 即是這麼大聲說 耶穌在那裡 你小聲一點耶穌在那裡 你不要這麼大聲 但他太興奮了 即有些人會在這個經歷裡面 太興奮了 但當我們經歷四年來 你發覺 聖靈充滿的人 並不是失控的 即是我們不是故意 令到那些聚會失控的 即是神的工作 立在人身上 所以會有這些的後果 所以其實 即是用聖經不同的角度去看 可以看到他合乎聖經的地方 有些人又不明白 可能會跌倒 但聖經也有說到人會跌倒 這個我在這裡不說 即是聖經也有說到 不同的人 他們經歷神的工作時候 會跌倒在地上 然後馬太光十一章二十八節 就是煩惱、苦丹、重丹 可以到我自己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就是這個也有很多人經歷 其實最多人經歷聖靈的 就是平安、輕慘、重丹、釋放 即是他的煩惱 得到釋放 接著就是下一個經文 就是在詩篇十六篇 就是八至九節 大偉就說到 我將耶和尚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他將耶和尚擺在我面前 他就不至於遙動 他就不至於 即是人受這些事情的影響 接著他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都安然居住 在這個經文說給我聽 神也都祝福我們肉身 那這個很合乎情理 神是創造天地的 創造我們的身體的 當我們經歷神的作為 他來到我們身體自然的人 會安然居住 會覺得舒服 覺得順暢 覺得健康 即是這個是神的作為 很自然的作為 所以有很多人在祈禱 其中一件我都會問 如果有些人 他不懂得說他的經歷 我都會問 除了問他心裡面有什麼感受 心靈都很平安、輕散、地愛、喜樂、感動 也都問他身體有沒有覺得舒服 身體都覺得 有些人會輕飄飄 即是他舒服 或者好像天堂 即是很輕散 連身體都輕散 身體都輕散 好像天堂 輕飄飄 很輕鬆的 有些人又說 會不會邪靈來了 你太開放 邪靈會來的 我又會說 我們真的要人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 去愛耶穌 讚美耶穌 如果我們這樣去讚美神 全心去 真是把罪放下 全心投入去愛耶穌 那沒有理由 在這個時候我們奉耶穌明祈禱 那些邪靈可以來到 即是奉耶穌明祈禱 讚美主 那就是主 耶穌赦美我們的罪 哇 邪靈就排隊走到我們的身上 會不會呢 其實這個真的很不合 聖經的教導 因為耶穌是全能的主 當人越投入 越放下他自己 全心愛主的時候 他所經歷的是聖靈的工作 那你都看到一些 真是很長線的改變 那有些人說 不是啊 他去到聖靈祈禱 他又偶有 很多反應 那是某一些人 他有邪靈在身上的時候 趕出來 那時候才會有這些反應 那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一個樣東西去測試一下 很多經歷聖靈的人 看看身上有沒有邪靈 趕了趕了 趕不趕得出邪靈出來 那你發覺真是聖靈充滿的人 怎樣騎到都趕不到邪靈的 除非那些初經歷 即他本身還是有些邪靈在身上 被趕出來的那些 他就會有反應 如果不是呢 普通聖靈充滿的人 他們都會是 絕對你跟他說邪靈 不會有什麼任何的 不好的反應 詩篇四篇第八節 也都講到我便安然躺下睡覺 即是說呢 神也都叫我們身體舒服 他人睡覺睡得更加好 馬福音十六章第十八節 開始講到手外病人 病人早點好了 那這個呢 也都很多時候 我們為人其好 他有病的 那醫治都有很多種 醫治呢 有完全的醫治 有逐漸的醫治 有一部分的醫治 那有些人說 那如果神醫治 為什麼要這樣醫治呢 這是神的作為 這是我們不能夠去限制神 一定要工作 即如有很多人信耶穌也是 他說以前我很丟不痛 不過現在還有少少 不過少痛了很多 那你會說醫治呢 你當然會說 是也是醫治 那你問他好不好 好啊好好 那你問他 那你不是完全得醫治 那好不好 都是好 痛少了很多 很舒服 而且事實上 人是會一直衰老的 你不能夠說 永久為祈禱 永久的人 就不會死 人也是有一天會死 即是我們都有疾病 我們都不能夠解答問題 為什麼聖靈充滿的人 都會有疾病 即是好像很出名的 宋上節 即是中國教會都很接受他的 但他很明顯是聖靈充滿的 他的作為 這個寧力集光裡面 是搜集了很多 那些人經歷聖靈的作為 這個其實很特別見證 因為很多人都接受 宋上節 但是聖靈充滿的 是記了很多這樣的經歷 但是宋上節本身是有痔瘡 他是因為痔瘡而致命 即是他是很有能力 很多人得醫治 有個於靈宮 他都在一本書寫到 即是世廣時去過他的聚會 看到他祈禱那裡 好像有燕雲在那裡 即是神的靈 神的榮耀 降臨在他祈禱的地方 即是神那麼大的臨座 但他前面都有陣子 即是有些事情 我們是不能夠解答這個問題 但不代表是 即是說 我們所經歷的 又不是神的工作 即是很多人都會經歷 部份的醫治 而且通常來說 我們為人祈禱 我們都不會說 你是得醫治 是問那個人 你是否覺得自己得醫治 即是那個人自己說 不是我說他得醫治 他說我自己得醫治 那又是憑他自己所說 不是我們說他是怎樣的 耶穌也有句說話 他說曾經有個人得醫治 他就說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亦都說出一件事 就是說當人如果在罪中的時候 他可以回到頭的 所以我們為人祈禱之後 你叫他繼續跟從神 不要在罪中 免得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我們就是說 我們行在神的一臉 我們不要再讓魔鬼或疾病 要攻擊我們的機會 而後面就講到就是傳道 我們傳福音的聖經講到 不只是靠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是最主要的 如果兩樣讓我選擇 神的話語和聖靈充滿的能力 兩樣選擇 我會選擇是神的話語 因為神的話語是清楚 是落實的 告訴別人怎樣相信耶穌 但是聖經也告訴我 聖靈的工作 沒有理由說 一定要選擇一樣的 明明兩樣有 你兩樣選擇 例如你可以吃飯飲水 那兩樣選擇哪一樣呢 如果兩樣選擇 那你當然選擇飲水 即是你不飲水 你就會渴死先的 才會禍死的 那你沒有人說 那你只要喝水 不可以吃東西 那你當然是 你又喝水又吃東西 沒理由說 我只選擇一樣 我只要喝水 我不吃的 那同樣 為何我們不可以 又有聖經的 懷疑又有聖靈的工作 我們兩樣都要的 在羅馬書15章18節 普羅講到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禁提 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 用神跡歧視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 使外邦人信服 那這裡很清楚講到 就是藉著他的言語作為 言語他所講的 宣講的華語和作為 就是用神跡歧視的能力 聖靈的能力 使外邦人信服 人們會信耶穌呢 就是有神的喚語 和有聖靈的工作 古龍多詞書二章二節 這裡很明顯講到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是我們信任的中心 但是他沒有否認聖靈王 我們看看這裡 古龍多詞書二章二節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 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我説你們那裡 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經 我説這句話講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 我大臨的明證 教裡面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臨 在這裡講到 這句經文 很多人都會講的 他說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所以我們只是傳這個 保羅都是這樣講的 但是他沒有否定 有耶穌就是有聖靈 因為耶穌 留聖靈之前 他跟門徒說什麼 我要差點聖靈來到了 我離開你們了 聖靈要和你們一起 指教你們 進入一切的真理 其實那個聖經 你看到 進入一切的真理 是這個原文的翻譯 他那裡翻譯了 就明白一切真理 其實是很不同的 明白只是一個頭腦 聖靈你也不是 只要你明白 是進入 整個人的生命 你的行為 你的整個生活 都進入在真理裡面 跟著他就說 我說這句話說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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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而是用 聖靈和帶能的名證 是用聖靈和帶能的名證 就是他宣說 耶穌基督 有魔鬼的神跡 那你怎麼分辨呢 耶穌都說 憑這個果子 你知道它是甚麼來的 是好事又壞事 你憑這個人所信的 所宣講的 你知道 你看到聖靈的教會 都是相信耶穌基督 釘十字架 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需要耶穌 射滅我們罪 都是我們同樣信仰的 同樣是跟從耶穌 去愛耶穌 去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的 射罪的恩典 也都是處理罪 離開罪 所以我們都是 一樣是 信靠耶穌基督的救恩 也都同時 我們是相信聖靈和帶能的工作 是神所應許的 所以聖靈工作 並沒有可怕 不過有些人 他沒有經歷過 或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是覺得 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但如果他聽人的分享 見證 他會聽到很多 非常好的生命的改變 但也都有時 因為很多人之中 有些人 因為他可能有邪靈 或者他有些問題 他在經歷過程中 他有些不愉快的經歷 就不能夠拿 這麼多人之中 有一個兩個 他有些不愉快的經歷 就取消了所有其他 因為有些人 他身上有邪靈 他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因為要趕出邪靈 或者有些人 他很不舒服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不習慣 這個不代表 這個不是聖靈的工作 其實我自己經常都說 我的心緣 是所有教會合一 所以信靠耶穌 都為我們救主的教會合一 即是不要因為聖靈的事分開 而是真的能夠合一 相信聖靈所有的工作 包括比較超致 我們悔改信主 一樣是神超致的工作 但是聖靈有講到 就是見義仗 說語言 作異夢 還有神跡歧視 守望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醫病 趕鬼 這些都是聖靈所講的 這些 有些人認為比較超前 或者以為已經停止了 但是聖靈沒有患到停止的 聖靈從來 這些經文裡面 是沒有講到停止的 《九龍多後書》十二章十二節 也都講到 《我在你中間》 《用百般的忍耐直神跡歧視》 而能演出仕途的憑據 即是講到用神跡歧視 來證明他是仕途的 《九龍多後書》 不是寶羅所寫的 因為他這裡講到 他是聽見的人 他聽風音 寶羅很明顯講到 他不是從人那裡聽回來的 他說 我們若忽略者 我帶你救恩 怎能徒罪呢 這救恩 你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人 給我們證實 要是聽見 向我們證實 神又按自己的子 用神跡歧視 我百般的二臨 並聖靈的恩賜 為他們作見證 即是神跡歧視 二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作見證 證明他所傳的風音 貼上來的前書 一章五節 也都講到 風音傳對那裡 不獨在乎言語 也都在乎權能和聖靈 並充足的信心 在以上的經文 我們看到什麼呢 看到聖靈的工作 可以帶來什麼呢 第一 要成了醫好傷心的人 醫治人的心靈 和傷害和憂傷 第二 報告秘魯的得色 放秘囚的出監路 脫離一切的困鎖 罪 壞習慣 情緒 人 第三 次喜樂有 代替悲安 能夠將喜樂致給人 第四次人有平安 除了一切的煩惱 第五 叫勞苦丹 重丹的人 可以得到安息 第六 叫為肉身 安然居住 和安然睡覺 包括身體舒服 睡得好 很多人 站在肚子睡得好 疾病減輕 或者得到醫治 很多人都會經歷到舒服 這次的時間關係 我們下次再繼續說 經歷性靈的工作 是可以讓人順著的 但首先我現在會有一個示範 如何做這個經歷性靈的討論法 有沒有人訓練出來 我就是示範 你祈禱 我也解釋一下 這個程序 首先是聽人 很多時候會先聽人說日 即是從人聽到說日 回應他的感覺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 基督徒有時 有時會很快地這樣教人 我們嘗試聽多些 聽到他有什麼感覺的時候 然後回應他的感覺 回應他的感覺 不要只是說 你不用煩的 這個是他人的指示 即是人聽到指示 在哪裡有用的 譬如有一個人剛剛有親人離世 你不用哭的 不用哭的 他很傷心 他又說你都不明白 我很傷心 你知不知 你為我一直在哭 你叫我不要哭 他覺得你快點走 我走去自己哭 我們其實會說 我看你真的很愛你的親人 你的心真的很快點 你很傷心 他反而覺得 哇 你知道我心裏的感覺嗎 即是他會覺得安慰的 即是我們見到人的 講的說話 即是其實這不只是 傳呼音的音樂 講說話的時候 我們都回應他的感覺 即是你感覺一下 如果你是他 你會怎樣感覺 然後你會怎樣回應呢 即是這個我傳呼音的方法 其中一部分 然後你就分享 你自己個人經歷 怎樣經歷到神藥幫助 或者曾經你有個困難 類似的困難 即是有些基督徒有個類似的困難 然後經歷聖靈的幫助 然後得到安慰或者醫治 那你就可以和他分享 那也有時 我有佩服寫著 有些可能性 有時講到歸神 神的證據 或者神是經常祝福人 即是這類的 這兩點 就看情況 然後在中間插入去 但是呢 我就覺得最有效 就是聆聽 聆聽是最有效的傳呼音方法 也都習慣聆聽 不要給人這種感覺 我們是整個教練的 是給人覺得 我們真的是體術人 其實我們自己學的 就是你有不開心 你會發覺有人 關心你 即是說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他這句說話 他知道有什麼大幫助 沒有什麼 即是沒有什麼做到 即是不是把你的肚毛拿走 但他說 我知道你現在很不開心 或者很委屈 你真的覺得 哇 原來你知道的 即是覺得很舒服 因為有個人 即是他能夠有這種共鳴 感受到我們心靈裡面的經歷 這個是很大的幫助 OK 有個人願意出來做示範的 好 多謝你 感謝主 祝福你 謝謝主 你可以這樣站在這裡 首先 我就假設 你看就覺得 假設就是說 在溝通過程 時間關係 不會做完所有聆聽 那些這樣 就當你現在 假設你自己 說出你某樣的 重達的困難 假設你 是教徒 不是 但是 你一個不信任性 反正 非教徒說錯了 對不起 即是你未信任 我現在答應你信任 即是你 假設 假設 那你想回 你作為一個非教徒 或者你有現在的困難 你哪樣的困難 你可以 通常我不會這樣問的 通常我不會問 就是跟他聊天 為什麼問的時候 他好像覺得你想還後的困難 做什麼 OK 我有個女兒有病 OK 我想知道 如果是基督 基督耶穌是這麼一的 是怎樣要我女兒呢 OK 好 我聽到你說 我知道你很關心你的女兒 很疼她 她病都令你不開心 真的 你的心掛著她 所以你一想就想到 你女兒 她有病的情況 我知道 我是媽媽 你的心也很不開心 很心碰 是吧 那我又多謝你 告訴我 那我又告訴你 那我又告訴你 是基督耶穌說到 很難得人的胭治 雖然我不能夠擔保 因為我不是神 我沒有這個主權 我不能夠擔保 你的女兒的胭治 但我曾經告訴你 她真的得意志 我自己也曾經的祈禱 真的得意志 也為人祈禱 有些很痛 很辛苦 也有人中風 醫生說明天不行 雖然她太太為人祈禱 她太太是不信佛的 但她因為有人說 你的丈夫曾經信耶穌 所以叫她 服耶穌名祈禱 她祈禱之後 她聽到她的聲音 主於你同在 再聽一次 又聽第二次 主於你同在 那天他們竟然找到那個病 三天昏迷 後來竟然完全守得順利 他們說 在庭命醫院 還未曾試過過 是有個中風 而她左右手 左右腳完全沒有分別 就是完全動的時候 很順暢 這是一個很特別 你也聽到神的聲音 的一個字 神很討厭 很討厭 首先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自己都經歷 祈禱 真是人頭平安 舒服 身體更加順暢 更加好 更加健康 我可以首先為你祈禱 讓你經歷到神的祝福你 然後我又可以去為你的女兒祈禱 幫助她 為她的疾病 祈禱 好嗎 你想不想 好嗎 因為耶穌聖經說 神是個靈 祂不是肉身 祂是創造天地的真神 是靈 靈體 這就是心靈 心靈寺 很想祝福你 你投入心 很想跟耶穌祝福你 好嗎 你很想 很想耶穌幫你 心靈的深處 好投入 心靈的深處 心靈的深處 好投入 很感激 神 很想耶穌幫助你 很想耶穌幫助你 我為你按手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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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為你祈禱 我講一講 這個祈禱很多時候 我先為他需要祈禱 然後我亦可以講到耶穌的救恩人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贊禱 因為你很愛我們 好像這位媽媽 他很疼他的女兒 神啊 你一樣很疼我們 你很關心我們 你很憐憐我們 你很想祝福我們 我們的身體 我們所有的需要 這個媽媽 他的女兒 是有病的 主啊 你的媽媽 都憐憐他的女兒 主啊 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 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可以得到 他身體的醫治 聖經也說 所謂病人病人 病人究竟控了 是聖經講給我們聽 病人可以得醫治 耶穌有醫治的能力 我們感謝贊禱 在這個時候 我都求祈禱 親自祝福你的媽媽 讓他經歷到神的平安 和醫治 讓他身體 整個人身體 覺得很平安 很舒服 很順暢 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恩典 和他一起 我多謝主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跟我們很近 你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按手我們身上 祝福我們 我們多謝主耶穌 主耶穌最大的恩典 就是你為我們的罪 釘十字架上 留出保血 卸免我們的罪 拯救我們的靈魂 是神很大的恩典 我們求主耶穌 你卸免我們的罪 我們曾經有想過不好的事 曾經有得罪人 曾經有傷害人的心 求主耶穌卸免我們的罪 我們沒有全心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耶穌卸免我們的罪 拯救我們的靈魂 祝福你的罪名 和他的女兒 醫治他的女兒的病 多謝主 讚美主耶穌 感謝天父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請你聯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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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的問題 在祈禱過程中 你有沒有什麼的經歷 經歷 其實我很快 我覺得耶穌是抱著我 來遙我 你的心靈有沒有什麼感受 很開心 很開心 你有沒有覺得那些重担 好像心靈有一點 有啊 耶穌說 煩勞不擔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來 我就笑你 不得安息 耶穌他有沒有覺得很舒服 身體很舒服 是的 耶穌說 肉身安熱 耶穌真的很好 你覺得這是人有一個能力 這是神的能力 你覺得這是神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因為很超自然的 很特別的 如果耶穌這麼真地祝福你 你也可以祝福你 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 就是讓耶穌祝福你整個身體 好嗎 好 好 好 感謝主 我就會答應他解釋救恩 我答應他解釋 多謝 多謝你 祝福你 其實這個方法 基本上最主要的就是為 就是聽他說話 接著為祈禱 然後就是 最後那句最重要的 請你仍然閉上眼 你跟著我說 請你仍然閉上眼 請問在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請問在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如果他不懂得說 你有沒有覺得內心平安 興省 或者是身體覺得舒服 有沒有開心 就是問他有沒有這些平安 愛 這些經歷 然後他有的時候都問他 你覺得這個經歷是人那裡 還是神那裡來的 然後就說神這麼好 你想耶穌祝福你 今天繼續講經歷聖徒佛法的下部分 就是回應一些人的問題 有些人可能會對於經歷聖徒佛法 會有些疑問 為何這個方法 合不合聖經 中文第二 就是經歷神的作為 可以叫人信主 亦都叫聽見的人信主 這個是聖經很清楚的信息 尤其在耶穌和蒙徒的事物裡 是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我們看到馬可福音第五章 十八至二十節 就是講到這個被委婦的人 譬如耶穌叫他告訴人 神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當他說之後 眾人就都欺其 當然他只說欺其 但欺其很可能 你都包括他們對耶穌開放 也都可能他們有人會信主 那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十三節 這個核子漢見 就跟著耶穌一路榮耀 將歸榮耀給神 眾人看見這件事 都讚美神 眾人都有回應 神的作為 叫人都會對神的作為有回應 約翰福三十一章四十五節 這個猶太人見到耶穌所行的事 叫拉薩徒復活 就多有信他 這個神即其是 叫死人復活 我們真的相信我 我們真的相信死人復活 是真的有很多人 尤其是在那些貧窮的國家 因為那些國家 他才會有這麼多機會 即是在一些比較先進國家 那些屍體很快已經被處理 但如果你知道有人離世 通常在耶穌裡面都會放兩個小時左右 聽家人的要求 你知道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立即走去 為他祈禱奉日鬆平 叫他起來 即是他在那時候 如果在那時候 他明早已經死了 因為他會宣布的 通常有醫生來 會檢查之後 宣布他死亡 死亡之後 然後你去祈禱 他又復活 這是一個神跡 希望這些神跡 會帶來香港很大的改變 如果有些很強烈的 他真的很明顯 已經死了 然後祈禱之後復活 並且說到死後經歷 譬如有些死後 又看到些什麼 周圍看到些什麼 然後去了天堂 或者去了地獄 然後回來 他們對耶穌很大的改變 這個是真的會震撼香港 也都應該通知傳媒 如果有什麼事發生 就馬上帶我去傳媒 我們剛剛祈禱後人復活 那他反不反映他的事 不過我相信有些電台會有反映 這是一個見證 也都不要怕 糟了 我上了電視 會不會出名過頭呢 不用怕 其實我們為耶穌而做一些見證 是美好的 你不知道真是神所做的事 真是很奇妙 有一個人叫Heide Baker 神很大力使用 他在非洲有幾千個孤兒 並且他興起有幾千個復師 建立很多很多的教會 就是訓練很多的人 他就得到 有人為祈禱 就說 你將會叫盲人歡顏 那他就 他自己一聽到之後 開始就一見盲人 他就立刻為祈禱 他在非洲傳道 甚至有時候在車上走 咦?路邊有個盲人 立刻下車 立刻停車 下車為祈禱 因為他要將神的英革 實現在他身上 他祈禱一年都沒有火 即是沒有盲人歡顏 病人醫治是有很多 但沒有盲人歡顏 直到一年之後 他就看著那些眼 眼是灰白色的 然後眼珠回復正常的顏色 然後看回 但很奇妙 這是他的見證 他就說了很特別的見證 他就說 他問那個人叫什麼名 那個人說我叫做 Ada Ada其實跟Hailey是相關的 接著他又 第二個人又開眼睛 他又問他的名字 又是Ada 他第三個又 他的名字又叫Ada 他叫神 你想想說什麼 甚麼意思呢 神就說你是慢眼 是否搞錯 我真的來到非洲 犧牲這麼多 我走來幫助人 應該不是盲眼 神就說 在美國的人 叫你去那裏講道 你不肯去 因為你說我要去非洲 我真的喜歡非洲的工作 是對的 不過 他說美國的那些 我都很關心 因為他們是吃那些碎渣兒的人 很多 在美國基督徒 他們很軟弱 所以我叫你去 就叫 帶起他們的復興 你就沒有聽過說 所以你眼痕 你只看到自己 看不到神的人 於是他就悔改 神叫他去哪裏 他就去哪裏 神跟他說話 亦都是說有信心 有些人為那些死人 即是祈禱 真是死人復活 我們相信的時候 神是可以大大使用我們 去做很大結證 凡有些這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的手機 多數都有拍片的功能 千萬立刻要拍 並且要多問一些人 所有人有證據確鑿 我們發覺有時的影片 證據很不確鑿 只是說他以後 你不知道他之前是怎樣 那之前是怎樣 立刻問周圍的人 你認識他 之前他是怎樣 他講出來的照片 即用很清楚的影片 讓他看到 這個人的確是得到醫治的 好 感謝主 接著 接著 《詩蘭傳9章34到35節》 這裡講到 他就叫他收拾他的育子起來 他一起來 凡不住在這個女大和沙羅的人 都看見了 做歸服主 即是整個地區的人 都信耶穌 即是神的作為 叫很多人都信耶穌 《詩蘭傳26章13到15節》 《詩蘿》他就見到耶穌 當他見到耶穌之後 他的反應就是 整個生命給耶穌 整個生命給耶穌 他就完全侍奉著了 在我祈禱 即是很多人在祈禱 都會經歷到耶穌 見到耶穌 或者經歷到耶穌的時候 生命改變 我也曾經有幾個人 真的親眼見耶穌 或者上天堂 是很大的生命的改變 可以給人 所以我們努力去做 相信這些做貴人祈禱 是可以帶來生命的改變 並且信主 或者衛生來信靠主 而蘇羅當時是不信主的 他不單是信主 信完主之後 還怎樣 願意是奉主 並且成為一個很衛生的宣教士 我們自己看到 原來神的能力這麼大 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的回應就是 神給我們的能力這麼大 我們怎麼可能不用呢 其實不用怕的 我們今天練習 要有信心練習 不怕面懵 面懵也不怕 因為 其實最主要是怕面懵 在我為人祈禱 我發覺 向人全方 真是信耶穌跟隨耶穌的人 是少的 的而且確 全方是少人相信的 但經歷聖靈的人是多的 很多人經歷之後 不肯跟從 是有這件事 或者他當時信了 但他不肯跟從 是的確有的 但我可否認 是多數的人 我為人祈禱 我發覺 是九成以上 是即時經歷聖靈的 但信主 他的比例是少的 但我依然去努力 去作用各樣的智慧 各樣的方法 去幫助人 求主使用 你也去為人祈禱 你自己去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機會去宣教 或者去一些比較貧窮的群體 你為人祈禱 他比較開放 簡單的時候 你發覺他經歷是容易的 而且 如果你有認識到 那些菲傭 他們更加簡單 因為菲傭在香港 似乎我見到 他們比較 不開心的多 可能他們受委屈 和家人分開 我有 不單是昨天的經歷 我為到 大部分昨天都是菲傭 我曾經有時探望 那些人 他家裡有菲傭 我都為他祈禱 我發覺很多菲傭 都很感動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 信心 真的去做 勤心去做 好 好了 我們看到 原來 我們為人討告 可以將人帶到耶穌面前 然後 結局是第三頁 大家可以看著我 我要分清這件事 就是說 我們要分清 感覺和經歷 我上星期曾經解釋過 但我這裡再解釋一下 經歷就是神來身上做一件事 這是經歷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 譬如說 日見日出 兩個日見日出 這是一個經歷 眼看到是一個經歷 經歷之後 你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感覺 可能一個人就說 哇 很讚嘆 哇 真是很美麗 神的創造 但另一個人說 唉 我遲了上班 那個日見日出 那時提醒 我已經遲到了 那可能 他完全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我們問人 是他的經歷 經歷就是 這個是神在他身上作為 他經歷到平安 就是神將他治理他 他經歷到愛 或者經歷到感動 或者經歷到釋放 或者經歷到重擔 輕散的 這個就是 神在他身上作為 他的經歷 不要用感覺那一字 因為感覺那一字 有時候有些人會疑問 以及會攻擊 如果大家聽過 《零四定律》 最後一個 那個火車拉住 最後一個就是 感覺 那我們是不是靠感覺 轉光呢 人家就會說 哇 很有疑問 但我們剛才看那些經文 那些是不是感覺 那些是經歷 那些是經歷 真的經歷了醫治 經歷幫助 看到耶穌是一種真實發生的事 所以 在祈禱的時候 這些人的經歷 讓我們知道神來到他身上 所以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覺得這個經歷是神給你的 還是人帶給你的 那他覺得是神帶給你的 就說 神這麼好 你就想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以後祝福你的生命 還是永遠都祝福你的生命 即是我們分清經歷 但經歷之後 人會有感覺 譬如 有些人就會很感動地哭 因為他在心裡感覺到愛 感覺到感動 於是他就哭出來 這是他的反應 他自己的心靈的感受 當然 當他有這些感受 我們都會問他 鼓勵他 很多時候我們會問人 耶穌在你身上做了一件事 你會對神有甚麼回應 因為這個回應很重要 就是很多時候人經歷的時候 他說我都不知是甚麼 不知是怎樣 不知是這樣的 我們就帶領他 首先知道耶穌是真的 你要去信靠耶穌 耶穌會以後祝福你的 如果基督徒 我們就說 耶穌這麼真的能力 你說我見過很多人 真的有行李為人祈禱 你都可以的 你試試去做 你鼓勵他 即是帶著他 我發覺訓練人 他有這個信心為人祈禱 是需要時間 很多時候我帶著他去 他去做的時候 做了一下 就越做越有信心了 我希望大家都是 是很多人需要帶著的 需要有鼓勵 需要有些人一起 互相鼓勵他去做 你才能夠發揮 很少人好像我這樣 神給我很大的動力 不受人影響 沒有人叫我 沒有人叫我 你要使用 我經歷之後 哇 神這麼好 我要去使用 我開神給我一個機會 有人要求我為祂趕邪 之後我說 那些人經歷正靈 於是我就決意 不斷為人祈禱 我又不怕面孔 去到哪裏呢 我在教堂 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我問他們 想要我祈禱 願意我們崇拜 之後去另一間房 去祈禱 那些人都不想 當然大部分都想 因為大部分都說想 因為公司要問他 可能他都不好意思 或者有些人真的想 他真的經歷神很大的工作 另外我當時是有教神 我又不介意 我一慈禱於為人祈禱 我是不怕的 那時候剛剛有教堂 叫我去講聖靈充滿 叫那時候我還沒有聖靈充滿 結果之後聖靈充滿 因為去到時候 給我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 我每次發覺聖靈的臨罪越來越強烈 我亦都拿到怎樣的方法去做 然後我就有不同的機會去做 越做我就愈有信心 就愈覺得可以給神使用 而發覺每一次聖靈充滿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我現在說的話是激勵你 你可以做很大的事工 你給神用的時候 你放心去做的時候 神做很奇妙的事 因為時間關係 我經常都看過鐘 我經常想 有個見證 很多見證 我告訴你 真的很多很多 有一次我在醫院那裏 有個認識的人 他的親人去了醫院那裏 他的口歪了 他喝水流水 醫生說可能三叉神經有些問題 即是直接喝水在口裡流出來 挺恐怖的 歪了一邊 我去到祈禱 祈禱他拿一杯水 拿一杯水喝 用飲桶喝一喝 沒事的 你看看 臉靜了很多 之後就沒事出了醫院 這個是其中一個見證 然後 同房有一個人發燒 我祈禱 然後第二節回來 我又再為人祈禱 總之有兩個人 一個是我當時認識的 其他肚子 發燒退了 他有一個這樣的形容 他說好像那些 惡河進來 把那些發燒退了 另外一個是我不認識的 即是同房的 他又發燒 我又為他祈禱 他燒了一整個禮拜 然後我第二天回來 那兩天回來 出電梯的時候 他叫我 我不記得 完全不記得他是誰 他叫我 他說 二牧師 我說你是哪位 你前兩天為我祈禱 那晚那些燒退了 即是神的作為很奇妙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去做 即是街上都為人祈禱 他都一樣經歷聖禮 即是你有這個信心 神就用你的 不要計較 我能力不大 這個問題不在你身上 因為能力是在乎神 是神自給你的 即是你有這個信心 好了 我們都叫別人不要靠感覺 在這個經歷神 在身上做的工作 你經歷到的是神的作為 你要回應神 神是很真實的 神會繼續幫你的 你都分享更多 更多你所經歷神 或者聽到人經歷神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的見證 我們要做好準備 即是有不同的見證 有些是我們思想上 有些是經歷上 經歷到神的醫治 經歷到神的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常作準備 好了 這份東西就講到 就是經歷四年報復的程序 我上個星期只是示範 沒有詳細去講 我今次比較詳細去講 我想問一問 今天有沒有人是星期五號來的 先講這些 因為有時間我們才示範 或者沒有時間示範 因為我們上個星期是講過的 其實這兩個是延續的 第一就是和對方交談 聆聽對方和聆聽對方的感覺 大家又看著我 大家又看著我 不需要 每一個要點 為何我要 我可以解釋過 這裡的人 在這裡也聽過 因為我想回應 和你更加感受到那個 感覺 即是神在我裡面的感動 很多時候我們聊天 我們要留意對方 看看他的感覺 例如有一個人平時很開心 今天回來埋制 你知道有些事情發生的 但你問的方法 不要問得他 好像令到他尷尬 令到他尷尬 即是問的時候 你問他關心他 你今天怎樣 你覺得他人怎樣 即是不要說 咦 你今天變得很青 他就馬上覺得死了 不知怎樣 即是不要給他一些 不好的反應 我們幾時都是 我們出口的說話 正面 不要說負面的說話 負面的說話 是沒有益處的 聽完之後 他只記得你說我臉青 即是留意人的感覺 這件事 是對於我們日常生活 非常有幫助的 你會有更多朋友 和你和你周圍的人 更加好的 當你見到你的家人 譬如在那邊說話的時候 唉 真是做工夫 真是辛苦 很明顯 是不是有感覺 他的感覺 可能是什麼 會的 心靈的感覺 肉身的感覺 和心靈的感覺 不同 肉身的感覺 就是疲 心靈的感覺 可難 是嗎 是 皮膚 空虛 沒有力量 是嗎 失望 覺得自己 或者失敗 做得不好 但我們不知道 有時候不知道 譬如有人嘆氣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原因 有時候猜到 有時候猜不到 有時候猜不到 你可以問他 譬如很明顯 那個人離世 有個親人離世 你很傷心 也都可以 牽涉你 我知道你真的很疼 你的家人 所以你的心裡 不要掛念他 所以你看到他離世 你的心很傷心 這些是我們可以 但可能會說出一些 其他感覺 你要留意 譬如他說 我以前沒有機會 跟他說過那些說話 那這是什麼感覺 內疚 內疚 後悔沒有做過的事情 這樣的時候 我們要釋放他的後悔 即是不要逃避 有時候有人逃避 譬如聽一個人癌症 他喝茶了 不要說你 癌症太過敏感 太過聽起來 很多人很害怕 不敢去面對 不敢去說 其實一個癌症的人 就是很多人不敢跟他說 所以他就變成 好像 藏在一個心裡 你可以問他 當你聽到醫生這樣說 你的心裡有什麼感覺 你一陣子有什麼感覺 你聽他的感覺 聽完感覺 要回應 他說我很傷心 千萬不要先教導 因為 感覺是一個 人很多時候的反應 在那個時候 他不能夠接受教導 還有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一樣的 感覺 通常一個人受影響 是哪樣多 思想就是感覺 感覺 感覺 譬如你記得小時候 你學讀書的時候 讀過什麼 學過什麼 因為你記得 在小時候 有幾個好朋友 令到你沒有開心 哪有多些 開心的多些 或者有時候傷痛的多些 經歷一些感覺 我們是更加 更加記得的 當我們有人說出這種事實 千萬不要走去思想 怎樣叫走去思想 譬如他說 我小時候真的很不開心 覺得沒有人喜歡我 當然是這樣 那你一問問 就有些事實的問題 他就說了很多事情 他就變成 譬如有人有癌症 他就說 什麼時候發現的 什麼癌 他就用了思想模式回答我們 那你應該用感覺的模式 你當時聽到神有什麼感覺 你不要那麼快 你不要那麼快 你那些細節 細節 遲些聞 當一個人在哭的時候 你不要問他 譬如說 我老公走了 哎呀呀死了 那你不要問他 是不是他有外語 你不要問他 他就是傷心 現在就很傷心 那你就回應他的感覺 你不用那麼快解決問題 不用那麼快了解情況 只是說 我看到你真的 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看到你我都心裡面很傷心 和你一起傷心 就是你越愛好的人和哭 就是感受的時候 人是會很 很有回應的 就是 我們不是代表我們認同 他應該繼續傷心 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人傷心的時候 他是需要人去明白他 耶穌都是這樣的 神都是這樣的 神都是他知道 押傷的路位 他不會截斷 神是知道人的感覺 神是會用很安慰人的說話 他會感受到我們的感覺 他用皮袋裝著你的眼淚 他不是就是押光你 他會裝著你的眼淚 他會記得你的憂傷 我們回應這個東西 是需要學習的 就是 譬如有些數碼可以用得的 譬如說 我知道很困難 在這個情況 或者很不開心 覺得很大壓力 就是 說回他的感覺出來 或者就是覺得很困難 這個情況 如果沒有在這個情況 我都會覺得很困難 就是 讓他知道你有感覺到他的感覺 也都可以將他所說的 用另一個說話說出來 就是 你現在有時候參加他的服務 有時候都會這樣 你打電話 有什麼投訴 有什麼要求 有時候會重複你所說的人出來 就是他們訓練了是這樣的做法 我們都可以將個人所說的 重複大約的意思 因為他重複的時候 他又會再將他裡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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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他的感覺再說多一次出來 也都可以問他的 可以問他 邀請他 即是說 你告訴我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怎樣 即是讓他講出來 這個是 我們可以幫助人 即是回應人的方法 避免 就是用思想模式 在那個時候 遲些可以用 但當時又不好 這件事 是幫助我們很多的 很多人 我們真的對他有回應 而且 也都去 即 有時候我們未必 他沒有講出來 但你感覺到 你感覺到 那你怎樣說呢 即最簡單的 日常生活 他有個人送了禮物給你 不單止說 多謝你的禮物 是多謝他的心意 即他的感覺 我真的很欣賞你 你會想到送的禮物給我 他選個禮物給我 他送給我 我覺得是你很有心 對我很有心 我很多謝你的心意 即是 這個就是 回應人的感覺 無論什麼情況之下 當你感覺到 人對方有些需要的時候 都嘗試將他的感覺 是說出來的 讓你可以有機會跟他連接 當他連接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建立關係 也不是只為了建立關係 就是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想關心人 我們想去看信人的需要 而很多基督徒 有時候我們有個傾向 會變成硬了的信耶穌 為何會說耶穌硬了呢 因為我們覺得 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我們覺得全世界都錯 耶穌是對的 這個是真的 但他變成他自己 以為全世界都錯 是只有我對的 那就糟了 那不是真的 是我對的 那時候就變成他所 即是他所說的 很多時候都很絕對性 尤其有時候做全國人 會有傾向 那些教育提議 有些什麼 不行不行 這些方法行不通的 從我的經驗來說 這些不行的 這個就是我們 用了自己的方法去拒絕人 不是神 神沒有說到 是你目的經驗 我們以我們的經驗 好像等同了是神的指示 我們學習一下天卑 即是就算有人提議 即是有人提議一件事 你都嘗試用他 即是聽他講 欣賞他的心 然後再分析 你都可以問他 你覺得這件事是否合得通 即是等他去想 邀請人想 是比告訴他 你不贊成他 即是你叫他去想 這件事是否合得通 這件事是會幫助我們 和人的關係很多 為何我們用這麼多時間 說這件事 因為這是我們日常的生活習慣 但這需要學 有時你真的定了 也不用想 我不知道說什麼 他一直說 很傷心 哎呀 我不知道說什麼 都不知道想到 那些什麼 那些時候 你不知道說什麼 你就說 我都很想 陪你 OK的 甚至你說 我看到你這麼傷心 我不懂得說什麼 我知道你傷心 這些回應是OK的 即是 不用一定 你要懂得 怎樣去處理 你就陪他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一件事 那你都敏感 有時 那個人很傷心 有時他想走 他想自己 那你又要敏感到 即是感覺到他 因為人的感覺 你留意到 有些書都教的 在身體預言 你會看到的 人的目標 看門口 即是想走 即是想你走開 即是想你暫時 可不可以給他安靜一下 那你說 好吧 我給你安靜一下 不過你知道 我掛著你的 我會為你祈禱 有什麼事 我隨時幫助你的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的 即是給他一些 assurance 給他一些安慰 好了 接著 下一點 這個第二和第三 可以有時加習到 但不一定要加習下去 就是講到 解釋神很愛我們 凡事上 祝福我們的 即是這一點 你在這個時候你可以講到 即是當你回應到的人 需要受 第三 就是解釋到 神是真 又真又活 他留下證據給我們 即是有些人 他未信耶穌 其實這些二、三 有時未必 有時我們用一開始 有時用二或三開始 即是這個全方的過程 不過 我只是多些情況 用一開始 是比較 個人性 一些 因為人是喜歡 人關心他 多於我們 告訴他一個真理 這個事實 多數人開始說 不是我想找真理 而是 多數人 只是他覺得 有人關心他 的時候 他開始對耶穌有一點回應 OK 所以有時我們是 不認同的感覺 好 接著 就去到第四 這裏我寫過 其實不應該寫過 第一個 尾那裏都有說 即是說 既然神力這麼深 即是我們這麼多傷痛 我們在第一項都有說 就是分享我們類似的經歷 即是 譬如人是他 很傷心 你都說我試過很傷心 我們試一下形容的時候 我們都學一下 更好的形容詞 我都鼓勵大家 即是 當你聽我說訊息的時候 我盡量找些很過人性的例子 亦都表達出我過人的感覺 這個東西我們要學習 譬如這樣 我告訴你 我試過傷心 擔心到什麽程度 晚上起床 醒的時候 心裏又刀刺住 很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心裏很硬著 很不開心 很大壓力 我試過曾經 這是另一個經歷 另外一個經歷 就是 當時我在一個地方 事服 即是因為有人批評 即是很不開心 我去 即是拿了十日假 去到另一個地方 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 然後 今天真的開心 就想回 支持未回來的時候 不開心 一想回 就立即不開心 即是 我曾經試過 一些不開心的成長感 但我形容給你聽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因為我形容出那個細節 將我裏面的內心世界 去留意 看到當時 我在一邊呼求神 當時我未經歷四年鐘 但我一邊 整天記得神 你幫助我 我真的 現在覺得很大壓力 心裏面 曾經 即是 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心裏面 總是很不舒服 很不自然 很不自然 即是他在場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能夠 很正常地運作 但是 神一直釋放我 耶穌說 這個關係後來 是完全的 完全的意好 但是 在當時 我的而且 我是有這個感覺 我們說出來的時候 人們聽到 他說 你說得很真 我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即是我們分享的訊息 都一樣 不好 好見 有人得罪人 也不肯原諒人 好見 人們聽完之後 沒有什麼共鳴 我們嘗試 都在我們的分享上 其實我也是 有機會 將來 有些廣道訓練 還有聲療的訓練 其實你留意我講話的 聲療 都是要訓練的 即如何能夠 聲音 你看到我講話的時候 用真氣 即是用共鳴的聲音 也有時候 柔和的聲音 能夠將我們的訊息 表達出來 將我們的感情表達出來 亦都能夠 講的時候 整個人投入 釋放的 這是幫助我們基督徒的見證 即是說 分享我們類似的經歷 而神是曾經幫助我 或者我見過人 不得幫助我 那你想不想我為你祈禱 即是邀請他 第五 邀請對方信主 或者接受按手祈禱 就教導他 用心靈告訴他 用心靈訓到神 但最初的人 可能是很難明白的 那你便說 你很想耶穌幫你 在這個時候 你便說 耶穌我需要你 我想你幫我 求你幫助我 亦都有時候 可以問他 你想不想耶穌幫你 那他困難的時候 他真的會說 很想 然後你就 即是 他就準備好了 那你自己就準備好自己 自己投入 投入去愛耶穌 也都問他 可不可以為他按手祈禱 即是 將他手放在你的房間 可不可以 這樣問到他的准許 那有些人就說 不按手可以嗎 是絕對可以的 那不按手的能力 有 那有甚麼分別呢 那其實呢 聖經裡面 我們上個禮拜都講到 在路加福音 是有講到 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他摸耶穌的時候 耶穌有感覺到 有能力在他身上出來 那另外也有很多人 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 從耶穌身上出去 去治好他們 即是他們感覺到 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即是耶穌祈禱的時候 一方面就是祈禱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他身上帶著能力 他身上帶著能力 當人摸他的時候 那些人不想摸他 因為他經歷到 當他摸耶穌的時候 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治好他們 那這件事呢 我相信一星星也有講到 在你們另外那些 之前那些講義 有講到 按手祈禱 得到神有祝福 很明顯 約書 因為摩西曾經按手 他投手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講到 保羅和提摩泰說 神值我按手給你的根治 講明很清楚 是神值我按手給你的恩治 也有其他仕途為了按手 他們就被聖年充滿 很清楚是講到這件事 我就將這個經文相連 可能的意思就是 因為神的靈在內身上 於聖國內按手的時候 是更加直接 透過這個人的聖年充滿 幫助一個人未達到 如果一個人投入 他也可以經歷聖年 但這個人的聖年充滿 可以幫助他 或者他已經經歷了 這個人的聖年充滿 也可以更加幫助他 這個就是按手祈禱的原因 我自己覺得 就是這個人身上的聖年充滿 就是祝福幫助另一個人 更加容易經歷聖年 但是不按手也沒有 一樣有的 就是當他投入的時候是有的 就是有時 昨天也有個情況 我為這個祈禱 旁邊那個人就經歷聖年 我又不是為他祈禱很大 他自己經歷聖年 他很大的經歷 這個是因為在我們周圍 所以叫你練習的時候 不是有離開三尺遠度左右 就是一個遠距離的祈禱 你發惡 神都一樣使用 其實很遠距離也一樣使用 不過我只是說 神是願意請下次 給我們按手這樣的徹禱 好 接著就是 在自己就投入了 這件事我們要學習了 更加投入 因為這個經歷聖年報道法 是跟什麼有關係呢 即是跟我們的恩都有關係 這個旗號 如果你單是用誤性 即是靈不是那麼開通的時候 神的能力不是那麼大的時候 這個報道方法 就比較難行得通的 但是你可以去做 一樣去做 你要發覺神是一樣用的 但是我只是說 你越大的恩都 神越大使用 這個報道方法 不是一個現性的報道方法 是一個經歷聖年的報道方法 所以你自己要學習每一天去開放聖年 渴慕我們的心去愛慕神 有神的能力 所以你多些跟基督徒練習 多些互相祈禱 那你互相有回應的時候 你就知道 大量會知道 因為我曾經為人祈禱的數碼 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有這個經驗 我走在的時候 我感覺到那個能力 你日後都會感覺到 你走在 你現在可能都感覺到 不過你敏感到的程度 你知道 就是少少你已經知道 神的臨在 或者神在個人身上的工作 有時我一走過的人 我已經覺得他很多的祈禱 我已經告訴他 是很多的祈禱 走在那裡已經感覺到 因為神的同在 我們敏感到 自己學武聖年 然後 在聖年充滿的狀態才按手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當你 自己在聖年充滿的狀態的時候 當你一按手的時候 他的經力是會加強的 因為我們這個情況 是想他的經力加強 想神的能力 能到他身上的強烈 很多人都有見證 就是在一個聚會 很投入的時候 一期到 好像電流 很感動 很有能力 而且對於他 是很大的影響 神那麼有能力 就是我們自己 成為一個合用的器皿 一個流通的管子 讓聖靈能夠 流過我們去祝福別人 所以我們要學習這件事 也要投入 如果能夠有兩三人一齊 最好 即是不只是一個 是兩三人一齊 為人祈禱的時候 即是和之前一起祈禱 一路可以的話 盡量多祈禱一齊 有神的同在 而為他祈禱的時候 神的能力更加大 所以被按手之前 都在那裡 敏感性靈一路 我告訴我為人祈禱 我是靈 你發覺我呢 我很多時候問眼 我為人祈禱 為何我想我的靈專注 好像非對神那裡主 當我一這樣專注 很多時候我看到 當我一專注 好像靈和神的靈合一 即是非對神那裡 對方就會經歷到神 這是我常常見到的事 所以我會覺得 這是神給我們一個方法 然後最後會問 祈禱完之後 祈禱內容也都根據他的需要 譬如他不開心的 他告訴你 即是他開頭說的時候 他很不開心 你就會用多些安慰的說話 即是知道 他心裏是不開心的 求主要在這一陣 去安慰他 去祝福他 然後最後就是 在祈禱完之後 你就會請他 極然睹眼 讓他不好分心 因為他一開眼 他就分心 他就忘了他所經歷的 或者是減弱了 所以就請他 蓋上眼 然後問他 在祈禱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經歷 如果他不懂得說 你就去幫助他 我真的試過很多 很多這樣的情況 甚至在街上 我也試過這樣做 神都祝福的 神都使用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這個祈禱當他說 經歷之後 就不是娛樂 根據聖經 這個我詳細不說 這個你會看到的 譬如平安 你會說 耶穌把平安置給我們 如果他覺得輕散 你就會說 耶穌說 凡老虎擔重大人到我 我就叫你得安息 如果他覺得被愛 你就會把神的愛 銷盤在你心裡 如果他覺得身體很舒服 你就會說 在《施經16篇》中 要我肉身安然居住 或者是重膽輕省 釋放 於是不單是心靈 心體都輕省 所以身體好像浮起 好像會飄到天上 OK 有沒有誰願意出來示範 好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假設來當 你自己是 你有沒有一樣的困難 通常這個部分 我應該要聊天 不過我現在就用一個 時間關係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那你有沒有一樣的困難 可以去找 那你有一個需要的呢 我只是擺在睡 那你很累 我只是擺在睡 我挺好睡 我只是擺在睡 都不受到 即是會很快 就是有些脈在拉 就是很靜 那你睡覺 你會問一些反應 例如睡覺、吃東西、對人的失眠健康 你會否認同? 你會睡得很不安慰 我小時候也有這個 很多次 現在沒有了 我聽到你的情況也不容易 我小時候在家裡也很吵 我考試的時候 有人家裡很吵 在一個很吵的情況 又悲發又很大聲喊 在一個不安靜的情況 是不斷地放在家裡也很吵 開心 我自己經歷到神給我 祖德樂園 我真的挺好的 整個是鬆神 也有些人在這裏經歷到很大的幸福 不知你想不想 耶穌去幫你 很多人失眠 很多年來 站到很久 想啊 我小時候翻主一行 是呀 這麼好 耶穌很好 很討厭 你在翻主一行 你有甚麼感覺? 很開心 很開心 是在耶穌的同座 很開心 耶穌真是令到很多人不開心 即是祂說甚麼都回應 祂說兩項 我們就回應 我們就不要將祂不理祂 好 在這個時候 耶穌真是很直接幫助 你想不想很投入 讓耶穌祝福你 你試一下這樣 你就閉著眼 你可以舉著你的手 代表向神開放 那你就很專注 很專注 很投入 很想耶穌幫你 很想耶穌來到身上 將平安示給你 心裡面很想的神 真是祝福你 那我按住你的肩膀 好嗎? 可以嗎? 可以 謝謝你 你投入去借靠耶穌 讓耶穌幫助你 我按住你的肩膀 讓耶穌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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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安之前都告訴他 不想他 女人人急著生想跳起 好 回家為你按住 親愛的姻父 我們多謝賊給你 讓耶穌幫助你 讓人知道我們的需要 神爺 你是平安的神 你是似平安的神 你真的會在我們覺得很繁忙的時刻 很吵惭的時刻 很多騷擾時候 你能夠將平安纏在地上 我們看到大自然你所創造的萬物 我們看到平靜 當我們看到湖水很平靜的時候 心裡很舒服 我們看到你所創造的花草樹木很平靜 看到鴨仔在入水的時候很平靜 我們多謝主 因為你是平靜的神 是平安的神 這時候你將平安放在多良心裡 讓我經歷到心裡的平穩安靜 因為神和我們一起 主耶穌你可以和祂一起 將祂所有的重量都拿出來 所有的煩惱都拿出來 讓他經歷到耶穌和祂一起 主耶穌你陪著祂 祝福祂 加力量給祂 幫助祂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時刻依靠主耶穌 主你是必然幫助祂的 我又多謝雜美主 因為你在天上 你來到世界上不為了要救我們 你知道人類有罪 你知道人類有很多痛苦 很多不開心 很多猛症怒嘈 於是來拯救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名 就是幫助我們脫離所有的困難 我們多謝主耶穌 為我們的罪得十字架 叫我們可以得罪的赦免 回到神那裡 可以再一次享受平安 多娜曾經在小時候 去主學 都曾經經歷過這種平安 你將這個平安再一次 說起身上 我們邀請主耶穌 來到我們 進入我們心裏 赦免我們所有的罪 我們所有得罪人的地方 所有說過不好的說話 傷害人的心 求主耶穌 你赦免我們 我們曾經說過大話 求主耶穌 赦免我們 求主耶穌現在在多娜身上做過 恩代祂 憐憫祂 更生祂的生命 拯救祂的靈魂 感謝主 有幫助祂睡得好 祂是一個平安的靈魂 讓祂每一次睡覺時是平靜的 祂有一個霧 祂很多時候會好像跌倒 祂心裏面 好像有一種很虛的感覺 求主耶穌你來到祂身上 賜給祂一個很實在的安全感 讓祂知道祂是腳踏在十地上 在神的裏面是很平安安靜的 求主祂的平安 納到祂身上 多謝主耶穌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愛我們 感謝天父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thoughts of Jesus 你看點兒 看到祂有什麼經過是看到 Carlos 全體很漂亮的衫 有些小 organizing 很特別 你看得も清楚 好清楚 OK 神似給妳一個恩次 可以見偽像 神 exceed 見偽像 在神給妳這個 叫你見得更多更多的話 可能會見到耶穌說的天堂情景 你見到神有甚麼感覺? 很平靜 你的內心現在覺得怎樣? 很開心的 耶穌這麼真正告訴我們 耶穌是一張平安慈兵 耶穌在神裡面 是有風盛的喜樂 有風盛的恩典 神是將喜樂慈兵 喜樂由代替悲哀 耶穌是很真實的 祈福你幫助你 既然耶穌這麼好 你想耶穌要求祝福你 想的 這個時候我就會解釋救恩 第一時候我不解釋 又帶領祂做一個信主祈禱 未做這個信主祈禱之前 都跟祂說 你真心悔悔認罪 信耶穌 你現在立刻可以得救 神就開始住在你心裡 要求祈福你 祈禱完又問祂 剛才你真心悔悔認罪 有 那你就說恭喜你 耶穌已經拯救你的靈 這時候我們不做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全方有二、三、四 神很真實 神真的煩著祝福我們 又可以由他們開始 如果他真的沒有問題 就算沒有問題 他都喜歡有更多平安 睡得更加好 更加健康 那些二、三、四 就是神很多人祝福我們 這些都是很好的見證